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酒窝去科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反常识反逻辑的事情,99%都是坑,不尊重常识的人容易被骗。 点个订阅,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反常识反逻辑的事情,99%都是坑,不尊重常识的人容易被骗。 缅甸这么穷的地方,怎么会有薪酬那么高的工作,怎么会有那么容易发财的机会,又怎么会轮到你,你是长得比金晨美呢,还是张艺兴帅? 一般来说,常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更好的生活。 比如,做人要真诚善良,与同事要合作互助,生病了要去医院,感冒了要多喝水,伤心难过的时候会流泪。 不过,常识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当常识被用于日常生活之外时,总会以失败告终。 当你知道,父母因为接孩子过晚而被罚款后,反而接得更晚时,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其实,是因为罚款减轻了他们对给学校老师带来不变的愧疚感,他们觉得自己实质上已经为迟到的权力买单了。 再比如,我们相信通过增加工资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但实际上,工资增加的动力也会极大的被员工增加的权力意识削弱,提高薪资与努力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总是习惯依靠个人的理解,自然而然的和习惯性的去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理解往往过于单薄和片面,常识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 众所周知,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如果问你,这幅画为什么这么出名? 大概率你会这么回答。 因为这是伟大画家达芬奇的作品,因为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因为它有着我们常人所不懂的精湛独特的画迹,或者因为某位名人给它打了广告。 但是,这只是我们对结果的自圆其说而已,再是后解释事件,解释的并不是事件真正的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它只是一幅不太出名的画作,在国王的宫殿里无人问津。 当然,它仍然是一幅杰作,但只是众多杰作之一。 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蒙娜丽莎才开始迅速在世界成名。 这不是因为艺术评论家突然开始欣赏这幅隐藏在他们身边的天才之作。 也不是因为博物馆馆长、社会名流、赞助人、政客或是国王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从一场入室盗窃开始的。 盗窃案使得蒙娜丽莎声名却起,后来她又成为了两次犯罪活动的目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上了解或者书中查看。 在这之后,这幅画成了其他艺术家模仿恶搞的对象。 接着,各大广告商、音乐家、电影制作者,甚至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都开始利用蒙娜丽莎表达观点、制作话题,也就是现在的蹭热点。 于是,才有了现在声名显赫的蒙娜丽莎。 她当然是一副杰出的画作,不过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杰出,而是许许多多复杂事件因素组合而成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利用常识去解释事物本身,将结果归因于事物内在的特性,那就太片面了。 就像一首流行歌,一本畅销书,一家成功的公司,常识只会告诉你,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成功的条件,因为他们很优秀。 真的只是这样吗?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 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我想你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一首流行大江南北的歌曲无法欣赏,觉得畅销书榜首的书籍其实很烂,可见某些事物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它的优秀。 时机,环境,我们一个个普通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才是一场潮流掀起的主要因素。 这个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洞锅,很多事情无法用一套既定的理论来解释,大环境,机遇,偶然,互相影响等等,造成了一切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预测性。 而常识无法帮助我们应对这一切,既然不能理所当然的理解,也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提供有三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快速反应,不断试错,系统思考。 这三个方法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实每一步都对应了一系列的技巧,下面一一说明。 一快速反应,多重视当前情况,常识思维让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出很多预测,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做到。 简单来说,在复杂社会系统中发生的事件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符合某种稳定历史模式的事件,另一类则是不符合稳定历史模式的事件,而我们只能对第一类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 未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使预测出现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无法预测。 即使对于那些确实没把握的预测结果,如果知道可能发生的结果有哪些也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随机应变。 不依靠脑海中的既定经验,并且要承认预测的局限性,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多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针对这些限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不断试错,做规划不如多量化,多实验。 一些计划的失败不是因为规划者忽视了常识,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依据自己的常识来进行判断MVP可以快速验证团队目标,快速试错。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技巧。 比如,你想要从一个行业转型到另一个行业,你已经规划好了路线,确定了大概的转型方向。 即使你觉得自己想得再好,在你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之前,你可以先做小规模的尝试。 开始做小范围的兼职,循序渐进的接触,看看收益如何,再根据得到的反馈,从不断的尝试中确定方向。 三系统思考,将偶然性降到最低,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一些偶然因素对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系统思考。 而如何系统思考呢?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否定光环效应。 什么是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是指一种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一种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疑点盖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 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并不意味着头脑聪明,但有实验表明,被试者却一致认为长得好看的人比不好看的人聪明。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判断智力的根据,依靠光环效应来判断,无疑是片面。 那怎么否定光环效应呢? 其实很简单,避免光环效应的最佳方法就是抓住本质,找到我们具体需要达到的目标,集中精力评估和改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有时我们抓住的事物的个别特征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们却仍习惯性地以个别推积一般,这就需要我们认同目标本身。 而不是导致我们认知偏颇的光环。光环效应往往产生于对某人,某事的了解不够深入,透过现象看本质,客观全面地去评价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第二,打破马太效应。 什么是马太效应? 简单来说,马太效应只好的越好,坏得越坏,多得越多,少得越少的一种现象。 该数与常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越贫,富者越负,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如果一个人职业生涯早期取得的成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结构性优势。 使其在之后,更容易获得成功。 这就导致了无论开始选择了潜力多么相似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命运都会出现巨大的不同。 打破马太效应,就是要把两者区分来看待,即能力是能力,成功是成功,不单纯地以一个人是否成功去判断他能力。 总而言之,反常识思维的核心就是不用常识思维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而这种反常识的思维模式是需要经过有意识地加强的, 否则,我们还是会陷入固有的常识思维中,陷入习惯性认为的泥沼之中。 常识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会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 反常识反逻辑的事情确实会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它们也很有可能是坑, 我们需要尊重常识,坚持理性思考,仔细分辨真假,以避免上当受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点个订阅,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